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Nuke12的CaraVR的功能 我们知道Nuke的CaraVR呢 以前是一个独立的插件 现在呢 已经把这个独立插件价值4000多美元独立插件呢 已经免费的搭载到了Nuke12当中 成为Nuke12的一个标配的一个部分 好 我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使用我们 比方手机拍摄的 我这个呢 手机拍摄的 手机拍摄的一系列连续的照片 如何把它呢 缝合成为一个类似于全景的照片 那么这个照片呢 是这样的 这是我在访问上海电影技术厂的时候 我听说这个技术厂呢 要进行拆迁 可能这个楼呢 会被拆掉 所以呢 我想把这个楼的照片呢 留下来 那么我出来以后呢 发现这个路面比较窄 我的手机无法整体拍摄整个画面 所以呢 我就把手机竖起来 这是竖着拍的 竖着拍的呢 从左到右挨着 有一部分是重叠的 那么我就拍了一下 最终的这个logo的地方呢 我又把手机横过来拍 所以其实你又可是不挑横或者竖的 你可以任意去去拍 就站在一个位置上 然后呢 是拿着轮起胳膊来 然后就那样拍就ok了 不是特别的 对于你的设备要求特别严格 那么也可以做得到 好 现在呢 我就拿到了这个图像 我就把它复制一下 这是我们手机拍摄的1234566张图像 那你可以依次选择 从这边选择 全部选择 选择好以后呢 从carver模块当中 你选择叫做 就是这个c camera server 把这个节点加载好 我们就能看到他有一个面板在这 加载好呢 其实你设置的时候 你唯需要考虑的这样的 因为你不是你买的VR的设备 所以你用自由的这个模式来进行 就可以 然后你就直接 让他去 匹配一下 他会查找这些图像当中的相似的像素 把这些像素相似的像素呢 进行一个缝合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部分需要 我们可以人为的控制的部分就是这里 这个部分 就是说这个镜头是多少毫米的 像我们的手机大概比方说30毫米 那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设置好 设置好以后 你就可以对他进行解算 那么他就会把这个图像呢 给你匹配正确 看起来他已经抓取到相似的像素 给你尽可能的把这个图像呢 把它匹配到相应的位置上 那么还有一些部分 比方说这个 这个呢 可以对他呢 进行一些纠错的工作 这个呢 是删除错误点 OK 就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关掉 然后我们进行封合就可以了 如果你这个图像的差异比较大 那么我们可以加载一个叫做 Color Match 那么可以匹配颜色 不过像这个呢 无所谓 加载的话呢 他会把你各个图像之间的差异 可以进行一个匹配 像这个差异不大 所以加载以后呢 他看起来也没有多大变化 那么接下来你需要有个stitcher 就是一个缝合节点 缝合节点加载以后呢 我们他就会把这个图像 给你做了一个缝合的工作 OK 我们还需要一个节点 接下来就是这个 就一个球形的一个转换 把它呢 转换成我们正常肉眼可以看的一个图像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从这边 这是来的浪 那我选择一个鱼眼镜头 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去给他匹配好 还有就是这边的输出的多少毫米镜头 那我可以稍微的让他更加的 让13毫米 皮划了以后 Ctrl Alt键 又可被画幅呢 把画面的挪回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构图的情况 那么你可通过Ctrl Alt键 按住键盘Ctrl Alt键 使用鼠标左键 尽可能让这个画面看起来合适一些 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说这个画幅的问题 比方说你要做成16比9的话 这就20.25 这样的一个情况 基本上 或者呢你还可以调整一下这边的鱼眼镜头的几种模式 你看一下这几种模式哪种更加的能够匹配画面 你就用哪种方式 稍微的我再给他往下一点点 也或许是12毫米 12毫米他切的有点大 所以我就13 这样就差不多了 这样整体的画面的就给他约束成一个这样的画幅 我或许还可以把它 这边可以稍微的更小一点 比方说19 他就更宽一点 朝两边更宽一点 或者把这个 这是宽幅 你看看怎么样让他这个 放画幅的构图呢更 加的能够 囊括在画面里 OK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工作 然后你把这个图像呢 你就可以把它渲染出来 有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体设置它的一个画幅 但是我现在设置成了8K 那输出就是8K 输出的部分实际上在这边有个控制 1就是指1比1的 那0.5那就是4K了 OK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希望对于我们NU12的一个新的功能的部分呢 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